孩子们有免于虐待 疏忽 剥削 恐惧的权利 对照先前有过虐待儿童之劣迹 逐渐其不适为孩子之监护人 我方当事人 目前虽为派遣工作者 但认真工作 以其能凭一己之力照顾孩子 恳请法官酌情 将监护权判与我方当事人 法官大人 我会好好照顾珊珊 拜托你把孩子还给我 安静 对照律师有什么要说的 我相信大家都认同 孩子不该受到虐待 但是没有人天生就知道 该如何做个称职的父亲 我方当事人发现 自己有情绪失控的问题 一个月前已向专业心理资商求助 目前治疗状况良好 这是这个月的诊疗报告 恳请军院残酌 庭长 对照律师未事先 以书状提交证据 有突袭之嫌 庭长 这是开庭之前才得到的资料 还请军院残酌 书状部分 庭后剧状补充 而且 我方当事人与其母亲同住 有祖母的照顾 对孩子来说也是一大保障 相反的 对照以打工为生 并无法给孩子一个最佳的环境 再者 对照当初为了离婚 宁可放弃监护权 由此可知 对照并未将孩子的利益 作为首要考量 那是因为我不知道他会虐待善善 如果我知道你会打善善 我才会免弃 何先生 他真的太扯了 我就问你一句 你这样说对于是善善吗 好 在我看来 你们都不适合当父母 相对人虐童劣机在先 但申请人经济能力 显然不足以支撑教养 我会先派家事调查官 到相对人家里 确认生活条件 还有孩童的意愿 这段时间 希望两位回去 好好思考思考 方律师 我能带回善善吗 经济能力是对方的优势 张伟琪 我绝对不会把善善监护权给你 我先走了 你 跟你讲话你有没有听到 放开 你到底想要怎么样 你干嘛 我求求你放过我的话话 你求你了 你求求他 放开我 你想要怎么样 放开我 恭喜 我们拿到监护权了 这人太过分了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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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